国阵西盟下届大选继续合作 扎西产名不上阵对方选区 哈喽大家好 我是Calvin 那今天这个新闻呢 我觉得有很多探讨的这个空间 那首先我们先解释一下 扎西的这一番论述是什么意思呢 他讲的东西其实就是 西盟国阵呢 并没有完全的融入对方 就是西盟还是用西盟的这个旗帜来上阵 国阵还是用国阵的旗帜来上阵 只不过呢 他们是达成一个共识 不会在对方的这个选局上面派候选人 那大家呢 就是用六周周选这样子的合作模式 来继续打选战 那这一套模式 其实坦白讲 我认为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了 有之为我视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个人主张 西盟国阵在下一次全国大选的时候 应该要分开来打的 选后要不要结盟呢 是另当别论的事情 但是选前分开来打 对于西盟来讲是相对比较有利的 因为混合选区 有74个国会议席 混合选区里面 如果你分开来打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三角战嘛 至少三角战 三角战的情况下 对于西盟来讲 他赢的这一个机会是比较大的 因为三角战 你不需要拿到超过50%的选票 你只需要有大概40%的选票呢 就能够赢了 然后国阵还可以帮忙分散一下 这一个国盟的那一边的这个选票 而这一个混合选区 相对来讲西盟是比较有优势 而且也是能够赢得比较 相对轻松一点的 那至于马来选区 全国有80个马来选区 西盟在马来选区只赢了两个国会议席 国盟有62个 国阵有12个 至于这些马来选区 基本上来讲 西盟是不可能能够赢的 那边呢 大概率还会是国盟的这一个难中之物 巫统如果能够分散掉一些议席 甚至是选票 那是最好不过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 分开来打 选前不要结盟呢 相对来讲 会比较有优势一点的 选后要不要结盟 那个是另外讨论的事情 那从这一个选情的角度 我们讨论完毕过后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往下进行深入一点点的讨论 就是马华跟国大党 看到这个新闻呢 他们会有什么盘算呢 我个人认为 马华估计在国会解散过后呢 应该是不会继续跟这个巫统一起合作了 他们要么就是加入国盟 要么就是看看有没有这个真的第三势力的出现 然后呢 去跟第三势力一起组这个联盟 总之他们不太可能会跟巫统还有国阵继续玩下去的 原因也很简单嘛 扎西现在摆到明下一届全国大选 还是要跟西盟跟安华合作 那现有的这个选举模式肯定会照样进行下去 也就是第一条原则 胜者守土 第二条原则 如果团结政府里面没有赢家 那就是第二高票的人来出任这个候选人 那马华在这两条原则底下呢 是吃了非常大的亏的 他们是没有任何上阵机会的 除了现在的这一个两国 然后还有七个州一席 OK 那马华肯定必须要走 对不对 他就算不想走啊 他底下的这一些装脚 还有那些诸侯 应该也不会允许马华的领导层 继续让这一个马华跟国阵在一起 因为连上阵的机会都没有 那他们还倒不如转型成为这一个NGO 非政府组织 因为你不上阵大选的话 坦白讲你这个政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的 那当然可能很多人觉得 马华的确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这个是教给大家的评判 我这里就不多讲 那往下还有什么呢 就是国大党这边 国大党这边呢 其实我认为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安抚的 因为你要知道 现在国盟那边呢 已经有了一个印度政党的代表 所以如果国大党进去的话 印度选民本身的这个比例就很少 你还要跟国盟里面的这一个印度政党竞争的话 其实是有一点难的 再加上国大党跟这一个团结政府的合作 也比马华来的更加好 你可以看到新骨毛补选的时候 国大党是还能够体现到 他还有剩余的这一个价值 能够帮这一个团结政府拉到印度选票的 所以总结来讲就是国阵的情况 感觉上呢 应该马华会出走 然后国大党大概率会留在团结政府这边 跟国阵还有这个安华一起 那国阵这个三个政党的创党元老 很有可能马华的就是要抛弃武统 离开武统了 那接下来除了国阵里面的情况 我们往下再来讲一讲西蒙这边的这一个情况 西蒙这边呢 如果是跟这个国阵继续合作 他其实是有利有弊的 那弊端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那样 就是三角战的情况下比较有优势 如果你是讲一对一单挑国盟的话 可能在这一个混合选区里面 还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影响 还是大部分的这个一席 就是超过过半的这个混合选区 能够让西蒙国阵赢下来 可是到了马来选区那边呢 那边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劣势 因为马来选民占比超过70%的选区 如果西蒙国阵合作的话 大概率那边80个国会一席嘛 国盟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突破62个国会一席 上到去70席 所以换言之 巫统可能会因为跟西蒙跟安华跟行动党抱在一起 在马来选区进一步的丢失 我觉得这个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 大家不要觉得巫统目前来讲 好像有这个复苏的这一个迹象 其实从这个1119到六周周选 再到现在你可以看到巫统 其实严格来讲是越来越弱的 那最主要的原因 当然是跟这个行动党为伍 除此之外呢 这个党里面的这些领导层又没有换血 阿莫扎西还是霸着那个党主席的位置 所以在合作的这个框架底下呢 巫统的几个重要的领袖 可能能够就是保住他的这个政治实力 但是整体巫统呢 应该是会进一步的下滑 他们的这个国会议席的 所以这样子的合作模式 到底到最后能不能够赢下这个政权 最主要还是要看西马半岛这边 西蒙国阵加在一起 能不能够有90个国会议席 如果有的话 那东马那一边呢 基本上就会优先跟西蒙国阵 考虑组这个政府 如果赢不下90个国会议席 那可能其实就是有危险 就是反而你会被这个西蒙国阵 合作的框架绑住了 进而让国盟有进一步的突破 当然现在目前为止还言之过早啊 因为国盟那边其实还是有 他们自己的问题的 比如讲土团党跟伊斯兰党之间的分裂 会不会对他们内部造成一些冲击 进而导致在大选的时候 互相扯彼此的后腿 这个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那如果国盟那边显得不够团结 而团结政府这里 合作了几年过后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会不会能够影响一小部分的马来选民 就是在上一届全国大选 把票投给国盟的那些马来选民 让他们的选票回流给巫统 或者是回流给公正党 这个也是会影响整个政局的 这个变化的这个关键因素 因为在马来西亚的选举 其实基本盘呢 已经被定型的七七八八了 就是大家彼此之间都有自己的 这个基本盘 那到了真正选举的时候 其实比的就是 谁能够影响中间选民 谁能够把投票率拉高 而且要对自己有利的那一个投票 那这个就能够决定 到底最后谁有这一个资格 优先来组政府 那不知道你是否赞成 西蒙国政继续合作来打大选呢 如果你赞成的话 欢迎留言111 如果你反对的话 欢迎留言222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